好,回來拍畫春秋 我們剛剛說了一部丹麥片 現在不如說一部伊朗片 就是《惡與他們的距離》 其實在去年的HKAFF有上映過的 我記得當時是幾場都爆了 但當我收到消息說 其實安樂買了之後 我就很放心 可以在大銀幕看到再次 這次很幸運地看到 其實它播放的時候有點出奇 因為它很快就爆了 夜晚的場次 完全是始料不及 因為一部伊朗片 再加上它是一部片長的151分鐘 我以為香港觀眾不受諾 但是現在你官乎它那個情況 是不差的 就是那個播影的情況 我看一下 其實保持著 都是可以全場播放的 這部電影是 但是我之前沒有看過導演 默罕默德拉蘇羅夫的 之前有一部電影 叫做 其實一百年香港上過的 叫做 就算世界與我為敵 我忘記是否特別放映 這部電影 特別放映 那我就沒有 我記得好像前一兩年 IMF拿來做專題 播放過幾部電影 我忘記是去年還是前年 是 因為其實它那部 這部Dare are no evil 是今年還是去年拿的 去年拿金紅 柏林獎的 去年 是去年 所以IMF就幫它做一個回顧 你也知道的 19年和2000年 尤其是2000年 大家都知道 發生了很多事情 已經很混亂 所以盡量 其實現在好像看回那些電影 很收家 其實之前有機會去看 但也沒有時間去看 我就看回知道 其實19年 亞洲電影節 他做過一個 莫可默德拉蘇羅夫的回顧 他播了七部電影 有幾部電影 我也有看的 其中一部比較有趣 叫做禁止收看 就說到 伊朗因為 你知道 資訊封閉 你是不讓國民接觸一些 外來的資訊 例如電影 那些東西 那些人怎麼想辦法 去看外國電視台 或者看外國電影 然後想盡所有方法 例如說 越裝越多那些 那些鍋 去收衛星電視 然後政府又去拆 那些鍋 然後你拆 你拆了 然後我又再興建 然後就有些黑市的DVD市場 即是 Superheroes 全部可以看得到 即他是說 即是 無論你的角度是多封閉 都好 其實總有一班人 其實是會 用盡千萬的方法 來接觸西方的資訊 其實大陸現在都是這樣 另外剛才你說的 就算是世界以外為的 其實就是在說 有一個人 本身就是 養金魚的 但是因為 被人收地 然後被人 用盡千萬的方法來迫害 結果都很悲良 這次這套 其實他都拍攝困難 因為你也知道他在伊朗是被禁的 我看回這些資料他拍的時候 其實都 都透透窩窩的 就是都是盡量在有限的情境 還有他最有趣的是 他專門去找一些非職業演員 因為能夠掩飾到 可以遮掩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能夠順利地拍整套戲 但是呢 反而因為用非職業演員 你會覺得那個真實感是更加重的 我可以講一下這四個故事 但是其實的脈絡都是一樣的 就是關於死刑在伊朗 我看完我是挺震撼的 因為他的四個不同的故事 其實是 但是他環繞著在死刑的執行者 或者是受害者的身上 都是有不同的情況出現的 我們可以講一下 第一個其實是一個很平常的人的生活 一開始其實 你會覺得這個男人 他上夜班的 你看到他跟別人抬 不知道抬什麼出來 你不知道的其實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我是沒有看過任何簡介 抬出來 然後就是日常生活 就是特別奇怪的 他去銀行就不去銀行拿錢 不知道為什麼是他老婆跟他拿錢的 然後女兒要吃雪糕 就是很濕碎的那些生活 很平常的生活 但是你又覺得這個男人 好像 總是內裡有些很奇怪的感覺 你會覺得 然後呢 之後呢 其實很長的 應該是否有20分鐘 他每個故事大約是 起碼半個小時 後那兩個故事就更長一點 然後就是一個很男人 這個我平常的生活 就是說他由下班到他第二晚 再上班做事的生活 然後總是覺得 生與欲來的 當然我聽到有人說 第一個故事是悶到睡覺 但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仔細一點去看 你是不會悶到睡覺 因為他其實很多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在這個人的身上出現了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幾件事 但是當最後的鏡頭出現的時候 我是有很震撼 因為我沒有想到一個 其實 一個行刑者 原來 他的生活就是這麼如常 就是這樣的了 可能他就在你我身邊 測身而過一個平常的 可能他最有趣就是 他在家附近救了一隻貓 幫街坊 咦?這個好人來的 咦? 其實不是的 其實到最後 原來他 他做的那份工 是挺邪惡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就是已經 我入了氣了 開始就已經看到這些 我已經覺得 對了 你們可以講完第二 二三四個故事 我講了第一個 第二個故事 應該是最有娛樂性的一個故事 就是講到有個 就是初初入軍隊的小兵 有個任務 就是要去 要去和別人執行這個死刑 他就很不想做這件事 然後就和他女朋友在電話裡面通話 那女朋友就 就叫他不要這樣做 叫他要自己走出一步 結果呢 他就用了一個比較戲劇性的方法 來去 就是怎樣去解決這個煩惱呢 你可以說是有一點超現實的 是 就是可能 挺戲劇性的 挺戲劇性的 可能你要看戲才會在 才會出現的一些情節 第三個故事就是生日 有一個很年輕的士兵 就執行完死刑 跟著就 跟他女朋友 跟著就去他 就是他女朋友的父母家裡 跟著就發覺那個家裡 原來是有點不妥的 跟著之後就發覺 有件事是更加震撼的 就是原來呢 他女朋友的老師 原來就是其中一個他執行死刑的一個死刑犯來的 最後一個故事就是 有人就說是第二個故事的延伸 其實我覺得 可以這樣看也可以當一個獨立故事 但其實也算是有關係的 就講一個中年的男人 他去接一個小侄女 去他自己的村落住幾天 這樣 其實在一個嫌談 和微目舉止之間 你會猜到其實 這個阿叔其實他欲言又止 有很多東西想說的 他跟那個女生 小侄女的關係其實 並不是普通 我們看到一個祖父母 跟一個小侄女 那麼簡單的 然後再下去 發覺原來 其實在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就是說這個男人 他年輕就是因為不願意 就是從軍的時候 不願意去做 就是幫人處死那些犯人 就自己逃走了 逃走了 他的代價就是要犧牲 犧牲自己的前途 去了一個偏遠的村落住生活 隱成埋名 甚至連自己的親生女 都不能夠被自己養 要被其他人代為養 這件事講穿了之後 就是令到他的女兒 是接受不了的 他其實是用了四個角度 就是四個角度 去寫一個死刑 叫做執行死刑者的心態 那麼第一個 就是遇上生活的 你覺得是 第二個 是會 就是他會問自己良心 其實是 就是他會 雖然有很多同伴跟他說 為什麼會被人判死刑 他一定是該死的 但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其實他一直都很質疑 但是如果他是無辜的 那我就殺了一個無辜的人 其實他會反思這件事 但其他同伴就很無奈地接受了一件事 就是他說 叫你做你就做 但是你看到有些 是完全 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其實是懲罰 其實他如果 你不是 你執行死刑的時期 就是當時期會比較短些 但是那個男生做錯了 所以他做四年 都要做同一件事 然後他就一直會問自己的良心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做這件事 那這個是一個反思 第三個他是為了他自己的私利 而去執行死刑 當初他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尤其是他跟他女朋友說 我可以放假來見你 就是因為我要去執行一次死刑 我就可以有假放 其實這件事對他女朋友來說 我的衝擊很大 因為他女朋友就說 你原來拿人命來交換來見我 那就是都很無奈的 然後到最後的故事就是 就是一個逃離死刑 就是逃離了 就是他不願意去執行的一件事之後 他那個人生 所有事情都影響到很多家人 甚至其實前途都沒有了 其實第二個故事 我也有提過的 他好像說 如果他不肯去做 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其實是 沒有護照出國 沒有辦法拿的駕駛真照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是的 其實這個國家的壓迫性 是他會迫人民去做一件事 但是其實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套戲裡面 會令你再想一件事就是 縱使這班人 是被迫去執行一些執行者 但是其實 你是不是真的要照單傳授呢 其實他會給一個這樣的 我覺得他會拋出那個問題出來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問題就是好像 有一個哲學家叫做漢拿惡拿 他提出一件事要平庸之惡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有聽過 就是講到說 有一些 就是套戲裡面 那幾個執行死刑的人 其實都是打工而已 就是他們的職責就是要去執行死刑 或者甚至乎伊朗的制度很有趣 就是當兵的時候你執行一些任務 你執行一些工作 其實你是不能夠抗拒的 你抗拒的話就很大件事 就是違反一個軍法 會軍法處置的 要坐很多年牢的 還有他裡面就是講到 其實很多那些小兵 其實都是會被安排去執行死刑的 那就是說 你很多人都殺過人 因為其實這套戲 套戲的靈感 就是來自導演說 他在街上什麼事撞到一個人 那個人原來就是以前被拘捕去坐牢的一個獄警 這個拉斯羅夫跟著他 這個男人回家 他發現其實這個人只是一個普通人 是大奸大惡之徒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麼多人原來是做了一些 我們叫做髒髒的事情 那些人其實是有沒有責任的呢 其實我也是被迫做的 其實那位哲學家 其實這些都是要平庸之外的 就是說 其實你執行這件事 其實你是要為到這件事去負責任的 這套戲正正就是在反映這件事 這套戲在台灣 其實就譯了做一個無邪的 更簡單的那個名字 就是說其實大家做的事情 好像是 是沒有什麼罪惡的 但是其實就很髒的 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那套戲裡面所說的 其實你看回你現在香港這樣 雖然現在沒有死刑 但是其實你現在香港 一個完完全全政治是凌駕於專業 凌駕於一切的狀況之下 其實有多少政府的官員 或者有多少公務員 你可以說在被迫 或者是在不自願之下 做了多少這些陰質事情呢 就是我們不要說警察 就是拼人這些問題了 就是我講的最簡單一點 就是講的你教育局那些 就是動一些東西 釘老師牌的那些 那些這樣的決定 嗯 就是你的老師 可能在Facebook 出了一條訊息 那條訊息可能是 可能是批評政府的 被人篤灰了 然後最後那個老師 就被人釘了牌了 被人撕了牌了 以後終身就不能再教書了 那一定是有些人去執行這件事 去決定去釘那個老師牌的 那如果我從這一套戲裡面的思想去想 就是這一班 就是負責釘人牌的 就是教育的官員 就是你會覺得他 是怎麼想的呢 就是我是打一份工 還是就是簡直是 就是我是為了效忠這個政府 而把自己的專業放在一邊呢 是 其實這套戲就是在說這件事 其實你會在想 嘩 其實我 所以他這套戲 一百五十一分鐘那麼長 你不覺得這套戲那麼長 因為 他裡面說的東西 當一個故事完了之後 你會開始去反思 你會去想 會令到你去思考去想 其實 其實你剛剛提及那件事 其實他們有沒有罪呢 這班人 其實他們是不是真的魔鬼 就好像一套戲那樣 There is no evil 沒有邪惡的 其實是 但是其實大家 我可以說這個 你這樣看 其實這班人都是共犯來的 就是都是一個 你說現在香港的公務員更嚴重 因為你宣誓嘛 你宣誓你就要效忠政府 就是你抗拒 去執行這些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時候 小的就可能沒有一份工 你大那個可能會被人告的 說你發假誓的 其實就真的很荒謬的 就是你為什麼你現在看伊朗片 其實你 就是你會對於 就是這個邪惡角度 就是我放回我現在身處的社會 你是會有感覺的呢 你以前看伊朗片不會這樣的嘛 有些獵奇性的 以前我們看伊朗 好像看我在伊朗長大 好像距離我們很遠的 這些東西是 我們不會發生 不是的 我發覺呢 你真的很老實說 近期看幾部電影 我都在想著 糟了 為什麼這麼有共鳴感 就是糟糕了 我現在身處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其實是 我真的覺得他日變伊朗 不稀奇的 香港是 你現在看到所有事情是很荒謬 但是呢 你是很束手無策的 而事實上 好像剛剛你說的公務員 他們真的開始 要麼你就走 好像第二個故事 或者第四個故事的主人翁 你就走 你離開這個地方 你不願意跟我們同流合污 但是如果你要 得到一件事 就是第三個故事 你要得到那件事 你唯有拿另外一件更重要的東西出來交換 沒有啊 簡單一點 就好像你香港電台那個 現在那個台長這樣 哈哈哈哈 你把所有的節目都拿走 可能最後就有得升職咯 是啊 那個 成功整頓 香港電台那幫 那幫死仔 就是 他就是第一個故事那個 完全是 如常生活 但是他做的事情 他不覺得自己沒有意思 你好像最後那一幕 他在吃東西 他在吃東西 我吃東西就夠了 我按一下 一聲 原來他 他是這樣 原來他的工作是做這些 但是他好像很麻木的 這個人 你剛剛說得對 他不是就是香港電台那個台長 他完全沒有感覺的 他被人 我相信 絕對相信他媽媽都應該很沒空 甚至他的祖先 但是他好像無動於衷 你看到他出來 他都不會有任何羞恥之心 因為這些人已經是沒有感覺的了 就是他形同是一個人豬一樣 就是邪惡 其實正在我們附近 就是很諷刺 大哥 現在想起我們看伊朗片 有共鳴感 你想想其實是很恐怖的事 那說開你說看伊朗片 令到你很有共鳴感 甚至你覺得很恐怖 我也這麼覺得 我拆開一點話題說 因為我最近 我在網上看了一套 跟伊朗有關的紀錄片 其實在M Plus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疫情 他沒有辦法租一個場館 給人買票 入場看電影 他唯有搞網上放映 他選了幾套 都跟有關一些地區的電影 因為過往的政團問題 令到這些電影大量消失了 我看其中 我選了兩套看 一套就是講柬埔寨金影歲月 另一套就是講伊朗的電影 簡單來說 伊朗其實是1979年之前 他是一個很開放的國家 開放到電影 我不敢說百花齊放 是很難拍的 難拍到連一些人覺得 水準都是差到不得了的 因為拍得多而難 所以可以拍得很差的電影 也可以拍到好戲出來的 但是去到1979年因為革命 革命就令到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新的政權就是看電影是邪惡的 全部都要掃蕩 進戲院都是邪惡的 不准進去 變成是 1979年之前的伊朗電影 很多都散掉或者流散了 而我看那套紀錄片的導演 他因為他是在倫敦居住的 他長過之後做了那些拆展人 他很有趣 他找了很多人 和自己私火的東西 找了很多當年的伊朗電影的錄影帶 他找了當年的消失的影像出來 我和你討論 當年未去到極權之前那段時間 相對上也算是創作上有多些自由 你看到電影拍得多一些好難片出來的 可能拍得多一些漸漸是好的 正當是電影可以稍有成就的時候 現在斬出來 然後跟你說做創作的、做電影的、拍戲的 全部都是邪惡的人 結果就是演員、導演失業、轉行、逃亡 接著那些電影全部都消亡了 被人丟掉了 戲院被人燒爛了 就是這樣 我看到那幾個錄片 因為是真實的 雖然現在我們還未去到這麼壞的地步 但是我覺得 有些事情是不久將來都會發生的 應該是再次發生的 看到這裏真是很餵死心寒 是 這個N Plus 你是可以在網上看到的 其實是 你看這部電影叫什麼 叫什麼 叫做 英文叫做Film Flashy 中文叫做伊朗電影 消失的一章 我選擇的 Ambus 怎樣去搞這個放映 其實很簡單 它是不用你付錢的 你直接用你的電郵 登記 登記就可以了 你選哪一套你就登記了 好了 它就會發電郵給你 告訴你 接著在這段 由你登記的日期開始 到不知道哪一天 到16號 在這段期間 你可以任何時候去截圖看 但是你一截圖看 你只有72小時之內 可以看完 看完之後 你的訊息就會消失了 挺好的 還有 它好像以前那些 互動電視 ITV 你喜歡什麼時候看 什麼時候停 可以 重新來看 還有它有中英文字幕 所以你看下去是完全不會看不明白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介紹 可以看一些比較非主流的電影 當然有些人可能 不接受這樣的模式 好像之前 影節一樣 我也沒有選擇這個方法去看電影 因為我看到很多片段很長的 我不可能在家裡看這麼久的 那套叫什麼 水與曼陀螺 水與曼陀螺 原一藍的紀錄片 是用iPad看這麼多小時 我受不了自己 但是 這類紀錄片 如果是一個半小時 我可以接受到 我也是 可以在iPad看一個半小時 紀錄片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看 再長一點 我受不了 老人家受不了 這套戲我們講得差不多了 回頭回來我們再講一套 也挺有生意性的電影 有沒有 在一起 這段時間 沒有 是 有些人 有數字